学轮滑的场地叫做陆同学 在嘉兴虚辉广场三楼 陈女士花了4980元 给女儿报了60节课程 送了20节 小孩比较有兴趣嘛 也想着让他做一个体育运动 然后玩一下 是一个什么课程 是零到四星的一个轮滑课 四星是最高的吗 对 四星是最高的 孩子学的怎么样 孩子现在就是刚刚学会滑 基本功刚刚学会 对 3月22号陈女士带女儿来 陆同学上课 发现已经人去楼空 我们就联系那个店长 然后店长的话也联系不上 陈女士又联系了学费的收款方 上海亲子森林企业服务有限公司 收款方的话 给我们组建了一个群 它的意思就是让我们 收集所有的证据 然后来告这边的店长 统计下来的是 32个家长是联系上的 然后金额的话 缴费是7万多 然后剩余的金额的话 应该是5万多 现在的诉求就是要求退费 现场联系陆同学 嘉兴旭辉广场店的梁店长 电话一直在通话中 随后记者联系了上海 亲子森林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的 负责人江先生 被我们公司 然后发现失策款 把我们签署的合同 辅导创业合同 跟股权转合同都偷走了 偷走之后 又私自注销这家公司 然后现在就跑路了 江先生告诉记者 陆同学 嘉兴旭辉广场店是他们投资的 前期花了15万左右 梁店长负责管理经营 江先生说 公司已经开通了 线上的学员收集表 家长们可以填写学费 等相关信息 收集完资料 公司会协助家长们维权 有其他家长提供了转账记录 其中一笔钱 没有转给亲子森林 而是转给了收款方 一个叫A的人 这位家长表示 孩子兴趣不大 他就买了10节课 把现金交给了梁店长 他说一节课68 那你就给680 那我当时手上 有700块钱现金嘛 我就给了他700 然后他没有钱找我 是那个微信上 直接转了 转了我20块钱红包 记者再次尝试联系梁店长 这一次对方接听了 我当面跟你们讲 那你什么时候能来啊 我过来我也要 需要一点点时间 12点之前 等到12点 梁店长还是没来 记者再次拨通了 对方的电话 公告里的事情属实吗 哪个公告 就那个维权群里一个 维权 我都没看到过维权的 一个说你私自收钱 没有 一个还要说你什么偷合同 我没有偷 我连合同都没有签过 让我偷合同去哪里头 他们让我 让我去拿出证据的 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私自注销公司 我就要把我的法人 给取消掉的 为什么 因为我上一年年底 我爸爸就让我说 不用在这边做了 所以意思就是说 赚不到钱 那当时你跟总公司 有没有沟通过的 没有 为什么先不跟总公司 沟通一下呢 因为他要让我承担 家长这边的全部责任 意思就是说 门店运营不下去 就是你们自己的原因 还有个事情 就是家长给我们 提供了收款记录 他说是你收的钱 等一下我去现场 跟你们直接讲 我现在的话 还有半个小时 确定你能来吗 我在路上了 记者又陪家长们 在现场等了半个小时 梁店长还是没到 陈女士拨打梁店长电话 被直接挂断 梁店长发了一条短信 说马上到 记者在现场 又等了10分钟 还是没见到 梁店长的身影 第一次我们打电话的时候 是11点 然后他说是要等一个小时 我们等到12点 给他打电话 他说是要等 再等半个小时 然后我们又等了半个小时 12点半 打电话的时候 他拒接了 然后发了信息 说马上到 感觉这个事情 就是一拖再拖 然后我们已经失去信心了 然后就打算不等了 后续的话 就是走法律途径吧 1818黄金也记住报道 陈律师反馈 有两位家长更新了线上登记表 说交给个人的那部分钱已经退了 交给公司的钱还没有退 我这件事是什么 你不想要不要关系 感谢观看